那幕后这段 宗旨 持民念佛是诸佛崩坏 就近方平 近中至近 近是小路 近路 近路里面最近的 路近 此前万古不夷之论 这个结论是真的 不能改变 祝佛菩萨肯定 祖师大德们承认 应人临终 人在临命中的时候 万苦交迫 除此名位 于心难起 这是真的 人在临终的时候 大多数 都是 头脑不清楚 甚至 自己的家庭眷属不认识 我们看到很多 快要走的老人 周边 问他 你是谁 他说儿子 他不知道 平常最喜欢的孙子 也不认识 哪里来的小孩 这就很难往生了 往生的条件 头一个 临走的时候 头脑清楚 一点不迷惑 头一个条件 我们想修佛 佛报什么时候想呢 临终时候头脑清楚 平常 不要把佛想尽了 到最后一招 没有佛报 那叫真错了啊 中国人讲 五福临门 最后的一条 就是临终的时候 走得好 清清楚楚 明明白的 这是你五福约满 临终时候迷惑电脑 没佛 那前面的一些佛 都无关用 最重要临终 临终走得好 不渡三窝道 那为什么 他清楚 他不会到三窝道去 三窝道是迷惑颠倒的 他看错了 迷迷糊糊的 就走进去 走进去之后 就回不掉头了 出不来了 你不会到来 参考